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路凯歌当中迎来了一次又一次辉煌的胜利 我们的生活也是在一路欢笑当中越来越美好 今天的相声大会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美好生活 请来了五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做嘉宾 先请他们跟大家一起打一个招呼 好 现场机电视机前朋友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郭薇 谢谢大家 欢迎郭薇老师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回响 欢迎回响老师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李银飞 欢迎银飞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许剑 欢迎许剑老师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刘莫言 谢谢大家 欢迎莫言 从面相和体型上来看 我觉得莫言是真的好美好 那这样子啊 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先请各自啊 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 你的美好生活好不好 随时游泳 随时游泳 对 就是郭薇是希望自己能够随时去游泳 对 然后要是说的高大上一点 就是力争上游 哦 好好地说 随时游泳 我觉得说的是 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力争上游呢 是对自己 事业呀 学习呀 一种状态 对吧 好 太好了 桂香老师呢 瘦成闪电 瘦成闪电 因为我对 什么 你也不胖呢 那是你的错觉 你要和他们三个人聊这个问题呢 可能他们确实是不理解您的痛苦 但是对 我能知道您的那个 其实 对 其实包括银飞 包括许剑 因为都 郭薇这都很多年都认识 知道我原来什么样啊 对吧 我原来140 那往事不堪挥手 对 因为你也胖了不少 回老师当年那绝对是 回老师受不了这种跌落感 由夜晚没应头口 你现在多少斤啊 我锻炼之前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161了 所以说我锻炼完了之后 现在已经是163.5了 我怎么没转过来呢 好像 你是在哪个饭馆锻炼的 所以说我的梦想是瘦成闪电 瘦成闪电 需要科学的锻炼 科学健身 包括配合饮食 回老师这个可能也是从自己 外观上啊 形体上 包括自己健康方面来考虑的 这么四个字 瘦成闪电 合情合理 银飞 红袖天香 红袖天香 怎么解释 红袖天香 夜读书嘛 就是 白天没有电 就是我那写字的时候 我女朋友 我媳妇能够磨个墨 女朋友和媳妇是一个人吗 一个人 是一个人 天使的 好奇怪啊 就是花小渊同志 曾经也来过咱们县城大会 这个 他能给我一块陪我 我这写个字 他给磨个墨呀 就这个生活 我觉得很得好 爱情方面的 对 是什么阻挠了你们呢 异地 他在杭州 我在北京 所以我觉得 想到那个场景还是很美好的 但是不能经常实现 就算在一块未必给你磨磨 就是 是的 我女朋友就跟徐健学相声 哦 也没给我磨过墨 反正 你要干什么你啊 徐健老师 四个字来形容您的幸福生活 美好生活是什么 其实我这人爱好也不是特别广泛 我这人 喜静不喜动的 我认为我的美好生活就四个字 什么 说好相声 说好相声 对 或者是帮别人的女朋友说好相声 都会让您感觉到很快乐 对 我争取能让人磨磨 我怎么出来有点不快乐 就徐健老师是从自己的事业方面来说的 对 我觉得相声是我从小到现在 甚至到以后一生的爱好和追求 我要把它要能说好了 我感觉我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尤其马老曾经说过相声 说到老学到老 学到死了没学好 我争取我把它学好 把它说好 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对于事业有追求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能感受到就是给你多少时间 好像都不够 还可以再好 还可以更好 最后 到我了 对 你觉得你的幸福生活 美好生活 每四个字来形容 刚才回想老师说要瘦成闪电 我要比他还坚决 我是尽量减肥 尽量减肥 四个字 听着就决心 我觉得这样你要是一对比的话 回老师的瘦成闪电 是对美的要求 目标 对 因为回老师的身材体型 从健康上来看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你要说尽量减肥 可能更多是考虑自己的健康了 对 希望咱们能够尽早地达成尽量减肥这样一个目标 那准备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从今天晚上十点钟开始 那结束了 好吧 那咱们就来听一听 十点钟开始 有请刘墨岩高阳带来相声 十点钟开始 谢谢您啊 谢谢您再一次送上热情的掌声 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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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啊 这场又该您表演了 哎呦到我了 好啊 嗯 青年的相声演员 高阳 哎我的名字 说相说得好 哇 您捧我 哈哈 客气啊 哎呦没 太客气了 我是客气 你可有点瞪着胡子过马路 怎么讲 谦虚 哎 太俏皮话 好 啊 应该向你学习 您甭向我学习 我们在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啊 不需要骄傲 哎 应该努力的学习 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哎 对了 不会怎么办 啊 向同行老师请教 对 努力的学习 学习 要是不努力学习啊 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对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我们要努力的练功 嗯 认真的练功 回馈我们的观众 这倒没错 玩命的练 哎 这样 回馈 哎呀 行行行 哎 哎 行行行 您别起范了 啊 今天这节目不错 现实大会来这么多好朋友 您把您这练功的成果 给我们朋友们展现展现 您欢迎吧 哎 对不对 我们来一灌口 灌口 灌口多了 行吗 灌口多了 对吗 灌口 先挑一个 挑一个 挑一个传统的爆菜名 爆菜名 爆菜名 哎 菜单子 有这段吗 废话 嗯 你不会吗 我能不会吗 啊 我一天五百遍 行 您别说多少遍 爆菜名 来一个 听着 来 听着 张嘴就来 张嘴就爆 爆吧 爆菜名 嗯 蒸羊糕 嗯 对吧 对 对不就完了吗 完了 对不就完了 哎 对了就完了 什么就完了 啊 就一个菜 一个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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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对了 你知我会 不就完了吗 咱们就 那不行 人等着听 人后面大顿灌口啊 后边的 还有后边 他多新鲜 这是一个了吧 蒸羊糕 蒸熊掌 嗯 蒸鹿尹 烧花鸭 烧厨鸡 烧紫鹅 后边还有吧 多新鲜 你猜后边是什么 我 哎 你猜后边是什么 你猜不着 哎 你就猜不着 我不猜 我不猜 我小嚎啊 对吗 不猜 不猜 往后继续 后边 醋溜沐雪 对 土豆丝 不是 溜干尖 打住 行 咖喱土豆 行行行 意大利面条 行了行了 寿司 打打 行 爱吃寿司 我拦不住你了 是怎么着 这是爆菜名吗 我这是老的那般 呸 老的还爆菜名 还天脸说 您看见了吗 打一上台 您听见了吗 这一嘴漂亮话说的 尤其那句 我最最讨厌 要是不努力学习啊 就赶不上时代的需要了 是你说的吧 一嘴漂亮话啊 干正事没他了 就这个人啊 生活当中啊 工作上出不了什么成绩 夸夸其谈 弄虚作假 有你 假话 大话 空话 一大堆 表里不一 就是他 听见了吗 自己好 琢磨琢磨 让人笑话 让人朋友们都笑话 您看看这孩子乐半天了 什么呀这是 灌口多少多少变 好好想想啊 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好 怎么了 你说的对 我应该好好反省我自己 好好琢磨琢磨 哎 行行行行 行行行 哎呀 不用不着这么难过 啊 知道改了 就完了 就还是好演员 又这么聪明 哎 付出行动 总会有成绩 哎 跑 怎么怎么意思 你怎么意思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鼓励我 啊 你很相信我吧 啊 相信你 好 相信你 我要向你提出保证 我要向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提出保证 这就是我今天 对我自己的誓言 如果我不努力学习 不做出成绩来 我就不配是演员了 嘿 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嗯 我就不配是中国 嗯 天津市 河北区汪川厂二号路十六号楼 七门六零三的居民了 说这么细 哎呀 就从今天晚上 十点钟开始 哦 我要揭开我生命中最新的一页 好 我要努力学习 嗯 做出成绩来 嗯 相信我吧 相信你 好 学 我学 学 我学什么好呢 哎 还没谱了 我这看您了这个 看您意愿了 我的意愿 啊 哎 我想当一个音乐家 音乐家 好不好 啊 音乐家 怎么音乐家 音乐艺术 哦 相声相结合 哎 碰撞出艺术的火花 哎 这新娘 我要当一个音乐家 好 我首先我要学习一门乐器 哎 这好 我要学这个阳琴 你看怎么样 阳琴不错啊 阳琴啊 啊 摆到面前 对对 声音非常的婉转动听 哎 一百二十四颗琴弦 对喽 都摆在这 嗯 两颗小鼓齿 一敲好听 鼓箭子 当 当 对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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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别 别当当了 怎么猪八戒 这是 这是那开萌的曲子 哦 先学这个 哎 入门 先来这个 哦 练阳琴 阳琴这 弦太多 不好练 弦太多 不好练啊 会弦少的 啊 弦少 古征怎么样 哎 古征倒是 哎 古征啊 古代文人七大雅号 琴棋书画 十九花 这个琴就是古征 哎 对 拍的头一位 嗯 摆好了 我要谈这古征啊 现在沐浴 焚香 在小亭子里边 听着外边的萌萌细语 弹着异境 这高雅了 当 高山流水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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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地当 当 当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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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了 别别别别别别 等等等了 别 怎么还是猪八戒 这里头啊 开萌的曲子 还拿这开萌 哎 开萌 炼 开萌 练练练 好好练就完了 我这个想法您觉得怎么样 哎 想法是不错 你相信我吗 相信 太好了 谢谢你 哎 谢谢你鼓励我 哎 啊 我要向你提出保证 哎 我要向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提出保证 哎 如果我不努力学习啊 啊 我就不配是演员了 哼 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我就不配是中国 天津市 河北区 汪串场 二号路 十六号楼 七门六零三的居民了 又一边 就从今天晚上十点钟开始 好 我要努力的练习 嗯 努力的学 好 五年以后 我就是伟大的音乐家 嗯 你相信我吧 祝你成功 谢谢你 谢谢 哎 再见 好 我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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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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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 哎呀 哎呀 是个要强的人 哎 您看出来了啊 反正这个 自己努力 只要付出行动 比什么都强 光打嘴说这不行 哎 光一嘴漂亮话这不可能 哎 主要是 周老师 哎 你怎么回来了 您说 我行吗 怎么不行啊 哎呀 我就想我这个条件太差 怎么条件差 我这个人五音不全啊 啊 而且我这个人这个性格也不好 哦 我是属于那种啊 好动不好径 哦 你让我一天好几个小时 我坐在那 我扒的那乐器 我坐不住 我这么摔了 哎 那那不行 那 那看 换个别的 换个什么呀 我想减肥 我想锻炼身体 哎 哎 哎 我要参加体育运动 当一个运动员 你看怎么样 当运动员 当运动员 那您看您练什么呀 练花样游泳 哎 你呀 估计是够呛 哎 多新鲜的 哎 练跳水怎么样 跳水行 哎 练跳水 十米跳台 嗯 不行我运高 哎呦 运个十米跳台 挺老高的 啊 我走上去 我往下一看 啊 嗯 嗯 吐了呢 那行 整敢上中午吃的羊杂碎 好 吃的改羊汤了 你说这怎么办呢 啊 换别的吧 换换别的 哎 我喜欢踢足球 踢足球啊 练足球 那得到训练场练去 啊不 马路上练 马路怎么练 马路练 练那技术动作 哦 什么叫马赛回转 嗯 弹道过人 嗯 神龙白尾 牛尾巴我练 练吧 我练过人 哎 练过人 有人过吗 没人让我过 哎呦 我过卡车 哎 哎 过卡车 重载卡车 不是 来一辆 拉着土方就过来了 哎呦 我就过他 过他 我一个马赛回转 把他过了 真过了 车差点让我晃倒了 好家伙 哎 这司机特别佩服 哦是 说什么 让我跟窗户说话 啊 一坐死哈你 好 玩命去了 他 关键 您先等会再认命对 您这好线这么胖 您这跑得动吗 跑不动 跑不动啊 哎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对不对 想法不错 好不好 挺好 相信我吧 相信 太好了 我要向你提出保证 我要向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提出保证 啊 如果我不努力练习啊 我就不配是演员了 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我就不配是天津市河北区王串场二号路 十六号楼七门六零三的居民了 非得让您记住了 就从今天晚上十点钟开始 五年以后我就要成为一名具有国际水平的运动员了 好 祝你成功 谢谢您 谢谢您 您各位看着吧 这就跟遛狗一样 一会还得回来 哎呀 包老师 你看怎么样 哎呀 怎么意思 您在这 哎呀 你说我行吗 我行吗 你行不了了你啊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我早就不相信你 哎呀 你还是要相信我的呀 我希望你相信我 我这次回来 我要提出我最后的一言 最后的誓言 哎呀 我一定要让大家相信我 我是不达到目的 我是绝不放弃 不是 就从今天晚上十点钟开始 你先等会儿 奴隶的 哎呀 你先等会儿 累了 累了 别别十点钟了 怎么了 马上就十点了啊 马上就十点了 十点了 没关系 我不是今天的十点钟开始 从明天起 我不定哪天的十点钟开始 你别说了 感谢二位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十点钟开始 但是这样的思想 是真的不能再有 应该是从此时此刻 不不不 录完节目就开始 就可以了 咱们说此时此刻 说到这儿的话 我觉得刚才郭威的 那个四个字形容 就是随时游泳 你就是想此时此刻 就可以真的能开始游泳 我为什么要说这四个字呢 就游泳对于我来说 是因为你是郭威龟这样的 所以你就特别喜欢 随时游泳 因为我叫郭威龟 所以我老在水里是吗 是吗 没听说过 不是呗 其实 郭威有事也在岸上 对 但是龟他希望能够随时游泳 对啊 二位 二位是聊游泳 是聊无归 你们先告诉我 都行都行 没有我们在聊你 你没听出来吗 我聊我 我游泳对我来说不一样 我不知道朋友们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我每天 这一天会有 特别忙碌的工作的时候 我一定要抽出 一点点时间 一个小时 哪怕半个小时 我去游一会儿泳 这一天的状态非常好 可能有的人游泳为了减肥 有的人游泳为了 可能健身一些 我都不是 我游泳就会让自己状态好一点 然后能够多吃一点 有那么一句话叫 管住嘴迈开腿 我可以迈开腿 但我不能管住嘴 我觉得管住了嘴 我的生活就不美好了 我觉得就是 只要有的吃 有的玩 有的工作 有的干 然后能游泳 我跟郭威 我们一块出去演出的时候 我见识过郭威游泳 就是戴着泳裤 对 其实我要是出去演出 搬头戴着泳帽啊 泳帽也带 不是 你先带 你起码保证带泳裤 对 这个带泳裤是穿上 不是套脑袋上 大哥 我以为你说 他这个带着 就是搁箱子连 搁箱子的 我们俩去游泳去 我说那个就在那边游泳池 走巨块 哗哗哗 走巨块 到那以后 那个我们叫那个游泳 游泳那个什么 你游泳裤都不理人呀 就进去 进去以后开始 这样脱 然后穿着 进去 啪跳出来 哗哗哗哗 游泳以后就走了 这个人就 就从泳池就离开了 就是他 全程跟你没有交流 没有交流 你要慢慢游泳 换完泳裤 还得冲一冲凉 是吧 然后进去 水好凉 然后再进去 再慢慢游 他就不是 就是直接脱 脱完以后也不冲 就进去 这就跟那个表演 说相是一样的 他翻包 我就干净利头 你这个 有好多的表演在里边 哇 好凉啊 我这冲一冲 难道是这样吗 对对对 你哑的功夫 他就游完了 所以你游泳的时候 特别有 特别有像是吗 对一般我游泳 就是神经病啊 那你看 我跟郭威的游泳 状态不太一样 郭威是为了游 我是为了健身 为游 郭威是为了游泳 我是为了健身 回老师 刚才说也 最近是在健身 但你觉得健身 没有成果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吃吗 我吃 吃什么也控制好 我很控制 因为我原来一天 大概喝七瓶可乐 现在我已经控制到四瓶了 对对 你看你这原因 就快聊出来了 改1.25的了是吧 改1.25是吧 这个为什么呢 20多岁的时候 就正常人体的 那个代谢什么的 还正好的时候 没感觉 我那会的时候 一口水都不喝 但是真是人是属于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干什么 到你开始过35岁之后 他一定还 就开始跟气吹的似的 所以说我就开始 也是塑形 我也练过游泳 我也试过 但是我到最后 我也没学会了 我也练跑步 每天坚持五公里 但是我发现 我就是你正常练的时候 就是五公里 我跑不下来 我基本上跑两分钟之后 剩下都是走下来的 然后练太极拳 强度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低 我听说睡觉也能减肥 我从今天 是 提高代谢 刚葵老师说 这个年轻的时候欠的债 只有会要还的 年轻的时候 葵老师很瘦很帅 对不对 然后现在可能感觉 慢慢胖起来了 但是郭威 他的生命和您又不太一样 他的生命啊 他是来回欠来回还 能看看吗 我们有照片准备了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太好了 来来来 这是胖的时候 这是应该是19年 1819年的时候 三四年前吧 你再来看一下 郭威比较瘦的时候 来 这不废话 我小时候我跟你说 朋友们 我小时候长不高 我们的街坊邻居也好 我爷爷奶奶也好 我老老 一直以为我是个小矮胖子 我长不高 因为我父母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我为什么爱游泳 我跟你们说 我就是从初中那个 那个初一开始 我报了游泳班 我报完游泳班 我学会了游泳以后 我开始长个 我也不知道是游泳的帮助 还是说运动的帮助 但说到这 我多说一句啊 这个想个游泳学不会 你这想怎么 你这想 想学会游泳非常简单 我怎么学会的 一定要找一个 天经老大爷当师傅 打击你的自尊心 两天你就学会游泳 怎么打击的当时 我当时初一 不是 两天能学 你打击我自尊心 打击你自尊心 你就不怕我两天之后 跳了海 是吗 他会红 他也得红 这帮不长多尊 你学梗 我学没毛 我妈妈就听她这说 梗 梁杰克 宝贝都会 学挖泳的隧道 游泳管 三米的池子 正常这个池子 是需要考潜水证的 但有教练看着 你就可以 对吧 因为有一条泳道 专门是个教学道 不让就正常游客来游的 三米啊 我初一没多高 就愣往里下 还锁你 大小伙子怕随子吗 这怎么娶媳妇 我第一次相关课 回我告诉我妈 我说我不想娶 老老瞎唬我 我说这个老大爷 但是非常管用 你就觉得 这个水首先不恐惧 那他怎么哄你呢 他上来告诉我 对了 就差一点你就会了 差不点你就对了 我明白为什么 哄和骗 老放在一起 哄骗哄骗就这样了 对 他就是非常 你差一点的是 对 差一点 大小活的不敢下水 扑着一下 你差一点 差一点就对 这事差一点就死了 老实看着你 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他会一点点告诉你 别扑腾 放松 你就飘起来了 先飘起来 飘起来正言 没事不傻言 正起来 都是眼红得跟桃似的 眼给我上来了 回来我教你 你甭完了 你是要刺激 我就要自存心 我就按大爷 那么教你 你甭完了 所以讲的差一点就会了 太好了 各位的故事太有意思了 在你家 各位讲故事的时候 徐建老师 沐岩老师就没说话 这样吧 给你们找点事干 我们再一起听 各位老师 给咱们说一段相声 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 这个比我刚才那个声音很多呀 是吧 来到这里 请郭薇和贾迅铭 有请贾迅铭 郭薇带来相声 师仙 真热情 可不掌声不断 就愿意来相声大会演出 您喜欢这儿 喜欢 是吗 尤其是喜欢今天来的观众 会说 我觉得我今天来录相声大会呢 又突然觉得 好像有些不是很合适 我不明白你不合适在哪儿啊 因为我的职业发生了变化 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声演员了 你说话还挺勾魂啊你这样啊 那我想问问 您现在这个职业是什么呢 我现在是一个诗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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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 加老师 我要是你们我都不理他 真的 加老师 怎么着 你刚才就没有听见嘲笑的笑声吧 您刚才呀 尤其您刚才瞪俩大言露俩大言 我是诗人 马上这边就笑话你 我刚听过 你见过哪个人有学不得拿一扇的瞪俩眼 我是个诗人 谢谢 人谁诗人说自己是诗人啊 哪自己说的 哦 看来 自己说自己是诗人不是很合适 太不合适了 对 是不是 对 改一改 重新说 不能这么介绍自己了 当然了 改改 我以后就不是诗人了 那您以后是 诗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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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太好了 好了朋友们 散场了 可以走了 好吧朋友们 不要聊了 干嘛呀 你干嘛呢你 是人不合适 您是什么 狮仙 你快拉倒吧 张嘴就 你知道谁是狮仙吗 谁 对 李白是狮仙 狮仙你 他是哪个仙 神仙的仙 我跟他不是一个仙 那您是哪个仙呀 新仙的仙 我看你长得就新仙 您怎么叫新仙的仙呢 顾名思义呀 您说我听听 就是我做的诗 都是新仙出炉的 小朋友听懂 月软呼呼的 现场做诗 看见什么做什么 看见什么就做什么 新仙吗 这么个诗仙 对对对 这么办得了 说了半天 瞥了半天 别光说了 现场和我们新仙出炉 热热乎乎的 做一回诗 朋友们你看怎么样 来 等一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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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 可以呀 可以是吗 那我先给谁做诗呢 咱也别给别人做诗了 就给您自己 贾旭明 给您做一首诗 给我自己做诗 行吗 做不了 我怎么那么腰疼呢 为什么做不了啊 我可说了 我看见什么做什么 我看不见自己 我怎么做呀 你看不见你自己吗 对呀 你们家没镜子吗 曾经有啊 怎么叫曾经有 现在呢 就是我们家原来是有镜子 然后呢 可是也瞧了 每一回我一照那个镜子 镜子咔嚓就碎了 一照镜子咔嚓就碎了 不是镜子为什么咔嚓就碎了呢 镜子一看见我呀 怎么了 甩爆了 我听着我直反胃呀 我告诉你 行了 你这样 你自己长什么样 你知不知道吧 差不多吧 根据你自己的模样特点 你给你自己来一首新鲜出炉的诗 我听听 好的 好吗 好的 来咱叫呢 那就给我自己做首诗 我们席耳恭听 现丑了 来 现丑了 现丑了 远看 我只开始开始 好像是成龙 剑桥 酷似 像无精 三句 若问他是哪一位 谁呀 人称帅哥 贾 旭 明 你别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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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刚才顿了两秒才鼓掌吗 为什么呢 就被你被你自己对自己这个评价给震慑住了大家伙 人称帅哥 贾虚明 对对对 你这个长相就赛成龙 就你觉得 还可以 还可以 太好了 还可以 你认为你做这个东西就叫诗 这不叫诗叫什么呢 这叫什么 这不打油诗吗 朋友们 这叫诗吗 这个 我喝多了 我老写这玩意 这个 这叫诗啊 我有说自己不是打油诗的诗仙了吗 我没有说呀 就你认为打油诗也叫诗也能叫诗仙 那当然了 贾老师我斗胆着说一句 就您这个东西我同时大家给您写一首 这个掌声比你热烈十倍 你相信吗 这不可能 我作业你听得好吗 你来 听诗 给谁做呀 就给你 也是给我 就以你为题 能比我那还好 你听着吧 不可能 你注意啊 远看 燕鼠成了精 近看 耗子要显灵 要问他是哪一位 麻将幺姬 贾旭明 听这掌声 这掌声 哎 不是我看这谁鼓掌呢 这是我 这怎么还一麻将幺姬出来了呢 这是 你不根据你的特点 你让朋友们看 掌声你看 抓了他 你就糊糊掉啊 朋友们 就就就就 就就这样 怎么怎么就一麻将幺姬都出来 别着急 别着急 您啊 真要会做诗给自己写 那不叫能的 什么意思 自己能不知道自己写的诗吗 你要真能做诗这么办得了 怎么着 现场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你能现场即兴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做一回诗 你知道吗 这么多人 给现场的观众做诗 就这么多观众 你来回诗 我就承认您有能 您不失先吗 行吗 不行 怎么不行呢 你怎么办 万一没做好 人家咔嚓过来揍一顿怎么办 那你活该呗 那样怎么办 你不吹出去 你自己有能的 我已经 行行行 来来来 不就给 给所有观众做一个诗是吧 所有观众做一回诗 好吗 想一想 来来 咱听听 你能读这么销魂的看大家吗 朋友们 好 你就正常瞧就就 有词了 来咱听 有词了 头一句 今天观众 一大车 你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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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的 怎么的 您这个词 我都没有消化 干杯 怎么的 你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叫今天观众 还一大车 一大车 这什么计量单位 你告诉我 你不能直接说 来的特别多 这就没文化 这就低了 对 来了一大车 就是一大车人拉来了 听出我们这观众是组织来的 你瞧了吗 一大车 一大车 勉强过去 第二句 每人脸上乐呵呵 听一下您高兴 三句 若是诸位不嫌弃 怎么样 热烈掌声不嫌多 怎么样 还行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讲老师有一问题 怎么呢 你给这么多观众写 走哪也建议对观众 这词早都记心里了 这不叫能耐 再提升点难度 敢吗 还要提升什么难度呢 咱现场 咱就具体地找到一位观众 根据这一位观众的特点 模样 外形 你给做回即兴的诗 这个提前准备不了 行吗 咱还是来那一大车 那一大车 变成我让你站这说 我用你 不谁都能说 你现场随便找位观众 我要根据人家的形象气势 给人家做首诗 你不实现不有能力吗 你这上来不说的吗 好不好 咱不能台上 这限改词不太合适 你这 是吧 我死这 这玩的多真实 是不是 你看这点头 感不感吧 咱来一会 行不行 试试吧 试试来了 快点吧 那我找观众了 走吧 我看给谁写 给谁 刚才 因为我站在捧的位置 一直我就看着 我正前方坐着两位阿姨 尤其穿黄衣服 这位阿姨 一直乐呵呵地看着我 给这位阿姨 做首诗 做首诗 首先一定要符合人家的气质 根据她这位 符合今天来的形象 对对对 这位阿姨 请问您贵姓啊 瑞 瑞 还有这个姓呢 你是没有文化吗 你啊 你是没有文化吗 你啊 姓什么 瑞 瑞 哎呀呀 他都不知道哪个瑞 我告诉你阿姨 哎呀呀 你叫我也会找 我也没 阿姨姓瑞 好的 有词儿吗 台下坐着 瑞阿姨 你叫上来总结还挺到位 瑞阿姨 二句 身上穿着黄外衣 来倒是个黄黄鞋鞋 三句 一看就是琴快人 怎么看出来的 一天到晚 霍西尼 你告诉他 这就别鼓掌了 你告诉我阿姨是怎么了 一天到晚霍西尼 不是 你得做诗里合着押韵的 是不是 合着押韵让我们阿姨 霍西尼玩 霍西尼不合适是吧 霍西尼不合适是吧 换个材 换个材 这个 台下坐着 瑞阿姨 瑞阿姨 身上穿着黄外衣 听三句 一看就是琴快人 怎么看出来的 未来福寿雨天祈 可以行吗 这个 就可以吧 首先 首先这寓意特别好 该寓意好 我觉得比那霍西尼强多了 是不是阿姨 改头了 还行 还行 换一行吗 还换呢 打阿姨做完了 刚一个再再来 差不多了 该回家了 早上早上 你走不了今天 我们观众都等着你一张 再来一个行吗 再来一个谁 你看 我刚才我就上来 我就看 你往那边看 行 看一眼 你看我吧 你那边坐着一个 穿黑衣服的一个小姐姐 姑娘长得可好看了 你看给你打招呼呢 你看 你得回应人 你给我们这姑娘 你是看入迷的吗 刚才你告诉我 你怎么定值呢 这位姑娘贵姓啊 有词了 有词 来 台下作者薛阿姨 你等会 你看看人家姑娘 这就二十郎当岁 倍儿大呀 倍儿大呀 没听说了 虽然穿着黑外衣 我这就差不多了 我快到底了 你不用 不用不用 你这样我刚才 你一会儿都结不了 老五 你就不用 你就那个一个上这 你上这套路我们来的 是不是你 姑姑娘 咦 咦 咱们嘴还挺甜 台下作者薛姑娘 你听啊 怎么这台下作者薛姑娘 二 相貌俊美 体修场 对对 可以 这还行 夸着姑娘好 三句 好心 我要提醒你 什么事情 小心半夜 欲流氓 还看我呢 前面都挺好 夸人掌声 为什么要劝人 小心 你要注意安全 对不对 这掌声漂亮 是不是 也行 小心 行 不用看人家了 看我就行了 最后一句 你要这么说 注意安全 还是说得过去 对对 再换一个 来 来 刚才我就看了 坐我这鞋对面 有俩大哥 俩大哥正交头接耳呢 没事 你俩聊你俩的 我说我的 咱谁也不打扰谁 但是你 我觉得你要给这个 拿照相机的大哥 做什么事情 这位大哥贵姓啊 你怎么都得问姓什么呢 你告诉我呀 这不得了解一下情况吗 姓什么 姓什么 姓刘 行了 有词了 台下坐着刘大哥 一下套路就给他破了 行吗 阿姨姑娘刘大哥 我猫清了 是我不我 换词 你换一下 我叫你 刘 刘 刘姓大哥身体强 已经确实换词了 二句 一看 有车又有房 你这还说的不好意思了 还你这在这 三句来 若问今天为啥来 为什么来呀 肯定看上薛姑娘 再换一项吗 还有呢 我这后边有一帮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群众 你在这 就坐在我后边 有一戴眼镜 特别漂亮的姑娘 给我们这姑娘写一个 好吗 姑娘归星 咱们这这必走的流程 来吧姑娘 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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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扎麦姿 姓王怎么的 姓王 来来来 快 这怎么了你 来 台下坐着王姑娘 出点出点出点 你上外部 你这外部行吗 你这俩要一样 我用你写两个吗 那位啊 这个姑娘 长得行 第二句 一看手巧 心也灵 三句 若是没有男朋友 怎么样啊 可以考虑 贾续名 别当真姑娘 没事啊 别别 你在吓着人家你 你怎么还考虑你呢 能编出词来 就不易 跟你说吧 词还挺好 给自己还找 不易 不易 你这么着 你不给自己 那什么了 给我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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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有了 快快快 给我写一个 听着 郭威是个好人狼 就是夸我二句 身强体壮 头沫长 三句 我要提醒薛姑娘 他就是那大流氓 快去 这个真好 哇 贾续名 真是出口成章啊 好有文采啊 但是 什么叫好 什么叫好 你先闭上 你先闭上你的嘴 我一猜 我要这么说啊 银飞肯定他就不服 对吧 因为银飞确实是 也是很有文采的一个人 贾续名的文化积淀是 因为要创作相声 嗯 我的文化积淀是因为 我要写字 所以可能 我以为你文化积淀 是因为有人要跟你磨磨 对对对 我要写字 所以这个 它输出的模式不一样 你什么都一落笔 它印象就要深得多啊 当然了 那个相声 它表现出来的 可能还是 呈现在舞台上那一点 什么 那写的就很多了 天天跟家里 写完这个写那 写完那写这个 然后写着写 滴着墨点子了 他就撕了 这是我每天的主要工作 反正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不要拿自己的爱好 去挑战别人的职业 所以银飞的 他的职业是写字 谁说 我不是干这个的是吧 我不是说那意思 对就是我确实每天 然后自个儿给自个儿 特别找不痛快 就是我一个涮笔的这个 这个桶啊 在这边 这中间啊 是这纸 这边啊 是这厌台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样 对 所以经常呢 哦 这样 对 写着写着呢 这边 就写干了嘛 就摘点水 经过这种滴大 滴在纸上了 这纸就废了 也死了 但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就改不了这个习惯 他无数次说我 无数回说 你把这俩东西搁在一块 不可以吗 就不可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要不可以 把那拴鼻子放厨房去呗 行吗 然后呢 你去厨房 刷完鼻子回来 又干了 我经常是 然后有的时候 那个直播 直播写字 然后写着写着 就变成直播丝纸 因为那字是真的 不卖啊 不卖啊 那你要说拿这换钱 也换不来什么钱 还是还行吧 你反正你看眼 我拿着 大家就能看见了 我来展示一下 这边写着 直白手黑 这个字有点意思 就是这边是白的 写着黑字 那边是黑的 这边小字上 大家看不见 写着白字 老子二十八张 就是直白手黑 就是打老子 二十八张出来的 你知道吗 银飞 一般在节目里面 如果要展示完 自己的作品之后 就要送给谁了 通常是送给 现场的各位朋友 那怎么送给 各位朋友啊 就撕了吗 一人拿一条走是吗 这也能看出来 是很宝贵的东西 还给银飞 这边写的时候 不光写这个 老子刀的经啊 有时候写个诗词啊 写个对联 都是邻人家写那个嘛 然后写着写着就觉得 好多对联挺好玩的 然后就老听那个 对春联也觉得好烦呢 就是大家都演这个节目 好没有意思啊 说咱们更新一下吧 然后我就更新了一个 新对春联 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耳福 可以听到这段作品 对 尤其今天是那个 叶鹏又没有来 所以你要喝 所以我就打算 自己 没有没有没有 他决定从后面找一观众 不是不是 刚才 因为刚才许剑说了嘛 许剑说他想 他最美好的生活就是 想说好相声 那说好相声 他得不断地提高嘛 对吧 我就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跟我搭档一下 这样他能够得到更好的 等于我给他捧根的 我提高 对 这样对你更获得美好的生活 有帮助 你是这意思吗 替你谢谢我 行 咱互相学习吧 好奇怪的话 我都没听懂 好奇怪的对话 希望节目 希望节目没有这样 奇怪的逻辑 好不好 节目特别好 节目肯定特别好 新对春联 来 掌声有请 李音飞 许剑 新对春联 有请李音飞 许剑 带来相声 新对春联 谢谢啊 特别的高兴 真的 发自内心的高兴 你高兴什么呀 替许剑感到高兴 你替我高兴了 终于有这个跟我学习的机会 真的 我是替你感到很开心的了 你往那边站点 你脸碰着我了 你怎么说话呢 哪的事 我跟你学习 你不想说好相声吗 我好好说相声 说好相声 对呀 怎么提升自个儿的相声水平 提升创作能力 提升文学修养 得跟谁学习呢 行了 一会儿泄花了都 怎么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 跟我学习呀 跟你 你不了解我嘛 观众朋友都了解我呀 怎么样 对吧 我是这个 清华大学 文学博士 是吧 你就怕别人不知道 我这地方是要吸足了 兜着丹田气往中喊的 你给我噎回去了 你也不用喊 现在谁不知道 相声大会 开播几年快九年了吧 你喊了九年知道吗 怎么了 每期只要有你 我清华大学 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清华大学 才知道吗 有底气呀 你有什么底气 有学问哪 你有什么学问我听听 三分五点 八锁九秋 精识子吉 银师作对 你 尤其是作对 最擅长作对 这我倒知道 逮谁跟谁作对 没错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抖音 没错 逮谁跟谁来的 逮谁怼谁 他是 什么什么叫怼谁 你就跟人作对 像话 不对连哪 你 对对子 对了 对剧 是哦 这你行 最擅长啊 那这样吧 怎么样 反正今天啊 我看朋友们来的不少 那可不嘛 对吧 骑满坐满的 对对对 咱这样啊 咱俩人 怎么样 当着亲爱观众的面 在这 咱两个人对回对联怎么样 谁啊 你 越来越幽默了 怎么了 胡说八道 我接着跟大家普及这知识 怎么了 我说跟你对对联 我就胡说八道 你有什么 胆量 敌气 胆敢 说出这句话的呢 因为传统相声对对联 所有的版本我都听过 这不开玩笑吗 你看 对对联 对对联 来来来 来来 我说对对子可得有规矩啊 哎呀懂啊懂啊懂啊 那我说一个字 对一个字啊 我说俩字 对一双 是这话啊 没问题啊 那我先说个一个字的 我给你对一个字啊 你听这个啊 来呀 我这个上帘是天 对 一个字那方 对啊 就是到了 然后第一个字 是 第一个字是上 天 天 啊不不上天演好事 下地醋带泡 一下地 你醋把这个泡带着了 泡你往哪里 就这段已经演烂了 啊 我今儿我还就不按套路出牌了 我第一个字就是天 你能对吗 那也对地呀 啊 天对地 天 天对地 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 赤日对苍穹 雷阴影雾 蒙蒙日 下对天中 风高秋月 白雨季晚霞红 牛女二星 何左右 身伤两药 抖西 冬 十月塞边 萨萨寒风 惊树旅 三冬江上 默默朔雪 冷于翁 河对汗 绿对红 雨伯对雷宫 烟楼对雪洞 月电对天宫 云爱待日 同盟 垃圾对渔棚 过天星四溅 土破月如宫 一缕客风 梅自语 吃听人意 你倒拦着我点 你倒是 你 这得背到什么时候去 这得 我倒是听进去了 老师 我用你听进去 你比别人会得多 那可以 学问在这儿啊 天对地 天对地 那我说王 王对凤 王怎么对凤呢 王是什么 皇上 凤是娘娘 王对凤 王对凤 对啊 龙凤城墙嘛 我说 盖 梅 梅 盖了梅了 我的老baby 这 这 都妈都搞的 盖对梅 怎么说话了吧 盖对梅 对 那我说 地 地对天 天对地 地不对天 天对地 地对空 该导弹了吗 你不导弹 你大导弹了 地对天 地对天 虎 猫 猫 虎对猫啊 虎对猫 猫是虎的师父 你能的都是我交给你的 最后上述一招 我没交给你 说出来就比你强 等于这个故事你也是在清华学的 老虎学艺的故事 清华教的真多 太平哥 那你听我这上连啊 我这上连是天王盖地虎 宝塔震荷妖 莫哈莫哈 正商无事说话 谁也没有家 这么说你是许里长的人了 许里长的司马富贵 呼 站住了吧 跟小儿妈 汤峰冒军 行行行 不不不 不行 你刚才可不那么对的 你刚才跟现在对的不一样啊 什么 你不是那么对的 我怎么对了 我再跟你复习复习啊 我说什么了 我说天 地 我说王 凤 我说盖 梦 地 天 虎 猫 我连起来是天王盖地虎 我是地 缝 冒 天 猫 来 老baby 请解释 啊 这地缝冒 天猫 怎么讲 你说这个 这个是 这个下连 是我说的哈 对对 有 有吗 有 哎呦 这马罐的力量不小 有 请解释 地方猫天猫 他怎么讲 但是你可得说地球话啊 当然了 你得解释清楚了 就是在咱们国家啊 现在这个电商发展特别的迅速啊 啊 在这广毛的大地上 土地的缝隙中啊 如雨后春笋一般 怎么着 冒出了很多的天猫小店啊 天猫 从这个地缝里一个一个的冒着天猫小店呢 这儿冒出一个来 哎 打下去了 这儿冒一天猫 打下去了 这儿冒一天猫 哎 打下去了 这儿冒一天猫 那你这不是冒天猫啊 啊 你这不打地鼠吗 这不是 对 什么呀 冒天猫 可以对打地鼠 你个臭不要脸的你 什么玩意 说了半天 冒天猫 打地鼠 多工整啊 不挨着 多工整啊 工整什么玩意 这都啊 冒天猫 地缝冒天猫 你能蹦出这玩意来了 打地鼠 多好 像话吗 这对的 赖谁啊 这清华以你为耻 你得知道吗 不像话 赖谁啊 赖谁啊 赖你 怎么赖我呢 你一气说出来啊 天王盖地虎 啊 我一个字一个字往外 崩 你说一天 我就是 你要说天王盖地虎 我可不地方猫天猫了吗 怨我了 最少俩字 最少俩字是吧 俩字 那咱说回俩字的 你说一个 可以吗 来来来 我给你来个酥的 我听听 我这上帘是 羊肉 这也太酥了 这也 就 有本你对个不酥的 不是 羊肉 这不就是肉 你能对吗 对啊 你对啊 萝卜 快对 西湖 你不对萝卜了 怎么蹦出西葫芦了 上天爷好事都没有了 还萝卜了 西湖 不羊肉怎么对西湖呢 羊肉西湖馅的 咱不说西葫芦 羊肉西葫芦 不这么 羊肉西葫 羊肉西葫 饺子 蒸饺 羊肉西葫的 哦 那个羊肉汆萝卜丝汤不行了 那不行 不弹口 该主食了 对 西葫 哦 羊肉对西葫 对了 那我说北京 西葫 北京也对西葫芦是吗 西葫芦干嘛呀 怎么北京盛产西葫芦是怎么 不是啊 北对西 北京是现代首都啊 对啊 西湖 为于南宋的首都啊 杭州 对 我 我现在在北京啊 对啊 花小渊现在在杭州啊 是 你们就说了你们俩异地 异地吗 异地 对 北京 西湖 哦 就改地名了 拿个吧 你看这个 嗯 纸绅 西葫 纸绅也对西葫 你这是纸做的折扇 对啊 我是西做的酒壶 西葫 西里酒壶 哎 西葫 哦 大罐 西葫 大罐包西葫是吗 我说了 不是 你说的吗 西葫 对啊 徐老西 理想一想啦 哎呀 理要是 讲传统上身 理就要穿大罐 理要是讲新上身 理就要穿一套西葫了 就你这破舌头 就别捣口了 你就 穿一套西葫了 哎呀 我今儿脚气都要犯了 你这边 西葫 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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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普天本地了 哎呀 送败流的 送败流的 哦 这个大罐 西葫 徒弟 西葫啊 那徒弟怎么对西葫啊 徐老西 理想一想啊 我想什么呀 理是他的徒弟 他就是你的西葫了 合着我对俩字 你就西葫 哎 我啥字呢 西葫芦 四个字 大西葫芦 五个字 好大西葫芦 一二三四五六七 K的籽来刮了皮 你那点西葫芦全卖我了是吗 许他刀腾萝卜就许我刀腾西葫芦 好 哎 我给你来个绝对的 没有绝对 听着 你说吧 说 窟窿藏孔 孔进窟窿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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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棵大树 是棵死树 火烧糖了 烧出一个树窟窿来 孔子呢 就钻进这树窟窿里边避雨 这叫窟窿藏孔 那孔进窟窿 那孔子进到树窟窿里了 孔进窟窿 窟窿孔 那窟窿里边就有孔子了 窟窿孔 那孔出窟窿 雨过天晴 孔子从树窟窿里出来 孔出窟窿 窟窿孔 那这个窟窿里没有孔子了 还是一棵空树 这就叫窟窿藏孔 孔进窟窿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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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窿 不累 这遗憾差一点就憋死了 没事 您放心 命长着 该你了 该我了 对出来就听着这么工整 不许对揉八搭 什么事没有了 灯灯灯擦擦擦都不行了 都没有破的 演员戒烟 烟戒演员 演员 演员 扣演员 演员 演员 给你商量个事呗 以后别写那么跟自己过不去的相声行吗 怎么了怎么了 好家伙了 我都看你那舌头都系上了 演员 演员 怎么 说出来 说出来 我们都现员形了 不是不是不是 演员 演员 你知道吗 你别看你这非能大劲啊 我没怎么费劲 没用 怎么没用了 字数没对上 胡说八道 字数绝对不一样 你多少字啊 我那十八言 你数数 你看 窟窿藏孔 孔进窟窿 窟窿孔 孔出窟窿 窟窿孔 你看 三个字 对 前面那十五个不算了 是吗 还有 前面还有呢 前面还有三番的 一共十八言 十八言 我要十七 我要十九 那叫十八万一 这就是 你是十八万一呢 特别工整 我看看 演员戒烟 烟戒演员 演员演员 扣演员演员演 十八言 你看 还真让他蒙上来了 什么叫蒙什么 你这也是十八言 十八言呢 十八言 那你得有解释啊 当然 我那可是典故 我这是十事啊 典故对十事 这倒对得上 对 那你这十事是什么事呢 这很好理解嘛 演员戒烟懂吗 懂 就是一个说相声的演员 说相声演员 把烟给戒了 对吧 你太高看说相声的演员了 演员能把烟给戒了 演员把相声给戒了 都不能把烟给戒了 是呢 我想他们没那囊器 还是 演员戒烟 那是演员戒烟呢 就是他们烟抽没了 跑我这儿来跟我 戒烟 这是演员能干出的事 对对对对 这说相价的事 有烟都找你戒 跟我戒烟 但是这有戒无魂 其实说白就是要一根 对对对 这叫演员戒烟 那烟戒演员 我把烟戒给这演员 演员他上台演员 那这烟戒演员演员演员 那烟扣演员 那就是我不戒他们烟 我把这烟给扣下 这演员演员你懂了 演员演员我懂了 那一下那个演员 就讨厌你了 不是这意思 那这是 就我为了不把烟戒给他们了 我就把这烟都给咽下去了 好吃了 感谢李云飞许剑带来的 《心醉春联》 想问一下许剑老师 跟云飞合作 是不是很开心很快乐 我都不会拿话筒了 不高兴的话 都不要用话筒说出来 我记得这是我第二次 跟云飞合作 我觉得云飞老师 还是非常的有文化底蕴的 对吧 清华不白念 那能听得出来 许剑老师 说相声对于您来说 就是很享受 很快乐的一件事 我就特别享受 站在舞台上 能给观众朋友 带来快乐的感觉 那相声带给您了什么 相声给我带来了快乐 真是快乐 他学会了反正话 对 因为相声带给您快乐 对 所以你更喜欢在舞台上 给大家带来快乐 有没有跟相声 有关的这些故事 相声带给您快乐 让您感觉温暖也好 让您幸福也好 第一件事 我是说冯龚老师 这是我们在合肥 参加牡丹奖的演出 前面有一个快板书演员 唱武松打虎 演着演着呢 皮带折了 这个演员开始唱 演着演着 是吧 他使得武松打虎吗 这只虎 啪啪啪啪啪 皮带就折了 就露出头来 他就只能那么演 这只虎 他一变上 裤子就掉了 是吧 中间的演出就停了 停了 他演不了 对不起对不起老师 我皮带断了 就赶紧往后台跑 这时候 他跑到后台的同时 冯龚老师的皮带 就已经抽出来了 那个后台有一暖气 有一暖气 先生当时在这 靠着这个暖气 在台上看着 他当时台上 唱着唱着那小伙子 他举了个手 他说对不起评委 大伙都傻了 怎么会什么停 他说对不起评委 我皮带折了 然后当时 先生说 那你赶紧下去换一下 他就往后走 冯先生这正靠着呢 然后看他下 他就迎上他了 然后就是这么大艺术家 他自己就开始解皮带 他不是递给他 他是给他 就那个皮带 这舌子从这出 他自己皮带 就从这就进去了 他就亲自啊 他就给他寄 然后寄了半天 还寄不上 就他那不知道怎么 不合适 是是是怎么着 然后就特别着急 腰太粗了 对 然后他 如果要是你的皮带折了 我没办法借给你 对对 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主要是 他临上台的时候 冯龚老师给他 说了一句话 不要受任何影响 对对对 就是把皮带给他以后 千万别受任何影响 他就拍一把台 就让他上台 对对对 继续的表演和爱护 这个我非常记忆犹新 很感动的一点 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的自己的亲身经历 这个是我和古宗翰的一件事 这是真事 我们当时啊 就是整理了一个本子 叫做双畅二人传 其中呢 古宗翰呢 有那么一个动作呢 是一个跑起来 一个前滚翻 前滚翻呢 他得需要用这肩膀着地 应该开始 这个活应该是我的 但是整理出来之后 我就发现 我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腰肩盘两截 一截突出 一截棚出 这个动作对我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我跟古宗翰说 我说这个本子 咱就先搁置 我说下辈子再演吧 咱就 然后古宗翰就说 别的咱来 你弄不了我来 他280斤 古宗翰 他还没头发 他280斤 就跟咬头发 能重多少 是 他属于 他属于不是毛重 他是净含量 你知道吗 280斤 不是毛重 夸夸地往台上 他就翻 第一次演出 他他别不会 他没这功夫 他自己练 他练在舞台上 那天第一次演的时候 他过于紧张了 前滚翻就变成前空翻了 200多斤 啪就拍台上了 我感觉忽悠一下 那台版 底下的观众 还 他认为 是他一个特技动作 设计好的 我估计楼下 我们那个演出 楼下是一个幼儿绘画教育 我估计下面的孩子 已经提前撒上金粉了 那些画都一样 就拍那一下特别重 我看出重来了 但是他起来还继续演 演完之后又返场 返场回来跟正常人一样 再从侧幕 彻底把他挡上之后 这个人就不行了 两个人给他搭下来 在沙发上火了半天 最后歇了好长时间 又针灸 按摩 拔罐 电疗 又什么 好长时间 后来我说 这节目太危险 他不能演 没事哥 演 我相信有一天 我会翻手的 吴东汉老师也是 对舞台很负责 对艺术很负责 演 一直来挑战这些事情 他就演 他说我有一天 我肯定能翻手 如果是莫言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会不会坚持去做下去呢 我也会吧 应该 我也尽量把这个 人生的高光时刻留在台上 哇 我这话说的真漂亮 那聊了这么长时间 还有一位演员 没有演 说的可能是我是吧 是 怎么着你得展示一段 但是 那你跟我一块吧 因为你也没展示 对 对 我也特别的恨长 然后自从当了主持人以后 也很少有在相声大会舞台 说相声的机会了 这次专入这个机会 跟回想老师一起为大家带来一段作品 好不好 好啊 那咱就来一段 绿正佳人 哦 有请我们 有请回想李丁 带来相声 绿正佳人 非常感谢您热烈的掌声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非常感谢您的尖叫声和呐喊声 还真佩服啊 非常感谢您各位能够倒立着看我们这个节目 谁呀 你们倒立了吗 谁倒立了 我看你倒立了 你有病吧 神经病吧 回想 你是不是神经病 你就是神经病 我头一次听着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 怎么了 你知道你这么跟我说话 什么后果 什么后果呀 我完全可以告你侮辱 呦 不是 诽谤 不是不是 你还急了 泄露机密 啥 什么玩意儿 怎么还泄露机密了 你居然敢跟我这么说话 那怎么了 你知道我是干嘛地吗 对啊 我也想问问您呐 您算干嘛地呀 虽然天津话说的不标准 但是我得问问您 我告诉 我要说出我的职业 啊 我吓死你 我就不死 我 我胆这么小 说我职业 我是 呸 死这儿了吧 我 我说出我的职业 啊 啪 晃瞎你的双眼 哎呦 您是 电汉宫 是吧 嗚收 嗚收 撒 变汉宫干嘛 什么职业 我告诉你我是什么职业 disco 我这么直接说没有意思 嗯 我给你一个提示 给我一个提示 你说 说 比如在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你被人欺负了 这时候你会去找 我找丁文远去 背后那人 丁哥 我让人欺负了 你看 本来我想让人给我闻一个金龙 他给我闻了一个金龙鱼 砸了店去 好嘛 欺负我兄弟是不是 退上自行车 咱找他钱 你看我这天气话怎么样 哥天气话不行啊 我知道不行 你别废话 就我这条刀把 我吓死你 这么长一刀刀 你妈抛腹铲 拿着你了吧 我找那大夫叫我 不是 你找什么丁文远呢 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 你受人欺负 这时候你需要借助 那个就是 特别强大的力量 军队的 班长 我让人欺负了 我想让我闻一个 金狼突击队 就说我闻了一个 金脉狼突击队 咱们砸了面去 敢欺负我兄弟 然后退上自行车 找他去 怎么丁文远还入伍了呢 不是 不是军队 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比如说 就是你跟你媳妇俩人离婚了 有很多的财产要分割 这时候你回去找 我告诉老师去 告诉什么老师 律政佳人 律师不知道吗 我是谁 你是一个特别有涵养的律师 我稍作提示 他就知道了我的身份 您那个提示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呀 回老师 是不是听完我的职业 你的脑袋嗡了一下子 我脑袋嗡嗡了四下子呢 顿时觉得矮了我一头 顿时觉得您高大了许多呀 没错 我的本职工作呢 是一名律师 就是律师 我们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生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 只动口不动手 什么 你是对我的话有什么疑问吗 不不不不 不敢有疑问 没有 我就是想稍微问个小问题啊 就是您们法律界 对这个动手是怎么界定的呀 所以我们这个职业特别的光荣 你们对光荣是怎么界定的呀 我们属于一个文人的范畴 你们对文人是怎么界定的呀 我们是这么界定的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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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坏了 你真是能文能武啊 这文人客厦 这家伙 这是 我的本职工作呢 是一个律师 是律师啊 律师在生活当中呢是有普法的义务的 是啊 所以说今天借着这个节目啊 怎么着 我决定呢 我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 怎么着 让大家知道一下 一些案例啊 这个法律的一些常识 好啊 首先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 如果说遇到一个打官司的问题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对手是谁 对手是谁 我通过一个案例来做一下解释 可以可以 用一个国外的案例 好 比如说你啊 你被这个美联美航空给揍了 你不服啊 我让超市揍了 我就认怂吧 行吧 什么叫美联美啊 是他们的航空 美联 对 你被美联超市给揍了 我是不是真偷超市东西了 不是 怎么超市老憋着揍我呢 你被美联航空给揍了 首先啊 你被空勤人员全打脚踢 哎呀 导致你两根肋骨骨折 九颗门牙脱落 九颗门牙脱落是什么画面啊 就算我门牙大 也不能全是门牙吧 不能有九颗门牙呀 曹牙都挤到哪去了 小虎牙都没地儿待了 小虎牙都衣帽了 怎么没有我的地方了 这里好底啊 正当你的虎牙衣帽的时候 虎牙衣帽什么劲呢 这时候地勤人员上来 怎么着 把你拖下了飞机 拖下来 非法监禁你二十四小时 哎呦 导致你极度饥饿 引发韧带撕裂 啊 接着啊 当地的警察来了 看到地上奄奄一息的你 认定你构成拒捕 过去 啪啊 一个大耳帖子 打得你耳膜穿孔 这时候问题来了 你先告谁 我能先调大夫去吗 我还琢磨 告诉谁干嘛呀 我先关注一下自己的生命健康好不好啊 我还先告谁 你这都什么案例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怎么着还 奄奄一息的 我认为我构成拒捕 我都奄奄一息了 我拿什么拒捕啊 我连牙都没了 我拿什么拒捕啊 最可气的怎么着 还因为极度饥饿 导致韧带撕裂 我是饿疯了 把我自己大腿绝下来给吃了 是吗 我是数蚂蚱的事 我是饿极了 吃自己大腿玩 不是 你是对我举的这个案例 不太感兴趣 我对我的健康很感兴趣 你这不行 你来一身边的案例行不行 就要个身边的案例 就是身边的 早说身边的案例 一个身边的案例 比如说啊 一个英国的宇航员 身边的 身边的案例 开着一个法国的航空飞船 上去 撞了一个德国的卫星 我是身边的案例 怕怼死一个外星人 这外星人 叭唧掉你身边了 这事谁管 谁管 谁管 听你的口音 你觉得这事归天津法院管 什么天津法院干嘛呀 怎么又天津法院了 叭唧掉身边 你叭唧掉场面桌上 离我也很遥远呀 你掉场面桌 也就是道具 老师把它搬下去就完了 跟我也没关系啊 不是你这个人对案例太挑剔了啊 不是挑剔 你这案例太混蛋了是 那 这么着 咱们就弄点常规的案例 行吗 对来个常规的吧 那这样啊 我今天我就介绍一下 一个诉讼的流程 可以可以 对吧 让大家知道一下 该如何打棺材 打 我们现在选个好木料 我打棺材 我选打棺材干嘛呀 打棺材 一个打棺材的流程 打棺材的流程 他互辩的风采 辩护吧 什么叫互辩呀 我就听说动物集了护石 你这互辩是什么东西啊 啊都别动 这一坨是我的 是吗 都别动 这坨是我的 哪一坨呀 不是不是 辩护的风采 有口误吗 对对对 辩护的风采 辩护啊 那我们就说一个 一个刑事案件的诉讼流程 可以可以 好吧 首先还是拿你做的案例啊 我我 你作为死者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流程 我我什么都不用知道了 我作为死者 我就知道我坟在哪就行了 我都死者了 我常年吧 行吗 我死者还知道啥呀 我就换个身份 换个身份 什么叫必须换个身份 这 犯罪嫌疑人 这行 好吧 你作为犯罪嫌疑人 你要知道啊 首先来说 在那当天啊 会把你从看守所提出来 提出来 然后再去往刑场的路上 你的脑子 我是错过开庭了 是不是 我给睡过了 是吗 对不起 说错了 都不看完了 是吗 不是 我去刑场了 不是去往刑场 不能去刑场 再去往考场的路上 我怎么那么好学啊 去法院 去往法院的路上 你的头脑一定要冷静 我得冷静 理好今天开庭的所有的事情 没错 到了法院 进了法庭之后 你要记着 在法庭里边会有三拨人 那三拨人 站在这边的 是辩护人 负责给你辩护 站在这边的 是公诉人 负责控诉你 站在这边的 是法官 负责审你 这么老哥仨不挤的 汪汪 我们全站那圈里头 那怎么 让他们分开一下 分开一下 分开一下 就是正面是法官 然后这边是公诉人 这边是辩护人 这边辩护人 现在可就开厅了 首先 是有请公诉人 宣读起诉书 我逗跟了朋友们 现在宣读起诉书 我是犯罪嫌疑人 进状态 被告人 李丁 性别 男 怎么 怎么还有疑问呢 怎么 年量 不祥 家庭住址 不祥 职业 不祥 教育程度 不祥 你要不知道 你可以问问我 行吗 你不能全部降啊 你得降啊 喜好的食物 降 我说你要互变呢 喜好食物 降下话吗 现查明 李丁犯罪事实如下 李丁 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 我生个病 最不至死的 李丁 从1979年开始 从事盗窃工作 我八四年生的 在2021到2022 一个年度之内 李丁累积盗窃作案 三十余万起 多少起 三十余万起 我一年盗窃三十多万起 我一天偷一千多起 是吗 我也太能干了吧 我出门 我怎么偷一千多起 我一出门 我就开始这么偷 是不是 我怎么偷 我手都不带停的是吗 累积盗窃作案 三十多万起 我非得盗窃这么多起啊 累积盗窃金额 一千四百余元 我也太笨了 我出门 我出门低头捡都不至于偷这么点吧 三十多万起 偷一千四百多元 我一次偷多少钱啊 我一分钱偷两半花 是不是 有什么问题吗 你觉得他合理是吗 你觉得没问题是吗 来 罚警 他手铐开了 给他记住 我自己记住 我自己记住 累积盗窃作案 一千四百余元 主要犯罪地集中在 黑龙江 海南 内蒙古 福建 吉林 云南 我偷这点钱都不够路费的 南边一脚 北边一脚 我可是一地儿偷就完了 据查 李丁三十多万起盗窃当中 有八万多起 系持蟹盗窃 持蟹盗窃 据查 李丁在这八万多起当中 随身携带 重达八十八公斤的 青龙艳月刀两把 还两把 带一把都不行 我还得带两把 我说我有腰间盘突出呢 我拿着什么东西 我带两 我怎么去的 我带两 我划着船去的 是不是 我还拖两把刀啊 严肃点 犯罪嫌疑人不能满场飞 怎么还我不严肃呢 法官们都乐半天了 到底这 关于李丁的犯罪事实 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根据未成年植物保护法的规定 未成年植物保护法 我是一个种子 是吗 保护未成年植物是什么东西 我建议判处李丁 死性凭什么呀 你先等会 不是那个 法官同志们 我觉得 我觉得公诉人的发言 十分的幼稚 我想听一下我律师的辩护词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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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作为律师 我要说两句 说两句 李丁跟他妻子的 这个夫妻混同财产 这个分割应该是五五分配 律师 律师同志 我们这是刑事案件 这是一个刑事案件 对 对不起 走错庭了 你别回来 你不能走错庭啊 你得 你得没走错 你得给我辩护啊 我是个刑事辩护律师 对啊 对 我是辩护律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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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会赢一回的 我之前就必死 是不是 你先告诉我 你道歉没有 我没道歉 你没有道歉 没有道歉 看我的辩护 关于李丁三十一万起 道歉 我方基本认可 怎么怎么认可呢 不认可 不认可 对于其中三万多起 我方不认可 二十七万起 我的压力也很大呀 就是 就是三万 都不认可 对于三十多万起 我方都不认可 都不认可 如果你们不同意 我就不争辩了 别不笑 你得争辩 你得争辩啊 最后确信一下 你确实没有过道歉 我确实没道歉 接下来看我的辩护 好 通过我的辩护 我保证让大家脱座 好 没问题 我方认为 李丁根本就不构成盗窃罪 不构成盗窃 他是抢劫 是抢劫 更重了 不是 我现在十分想念 我的盗窃罪呀 请法官同志们 判我盗窃罪名成立吧 不 你根本就不能构成盗窃 不不不 你这个罪很大呀 所以说 李丁犯的这个罪 而且不是一个人作案 他是个团伙作案 他的同伙是谁 就是我呀 我们俩是一块 你放心 李丁 你一个人被枪毙去 一个李丁倒下去 千万个李丁站起来 你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坐去吧 你有毛病吧 你就是神经病 好家伙 你这要不咱俩全都给判了吗 不可能 你能被枪毙 我枪毙不了 为什么呀 这里有个法律知识 什么知识 精神病不负法律责任 你别说了 感谢回想老师和我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 为了这个节目我也真的是豁出去了 因为里面很多男行话说叫编拖呀 对不对 其实也被疼 然后回想老师也说了 说要不行咱们就算了 不是不行 为了各位可爱的观众朋友 再多打两件也行 我相信我有一天一定会被打熟了 习惯 习惯了这种挨打的状态 今天我们一起聊了聊我们的美好生活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都有 自己向往的那一份美好生活 也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收获爱情 收获健康 收获事业上的累累硕果 收获我们心里的那份美好的生活 这里是先生大会 我是李丁 我们下期再见